这样的国家呢 它是不允许有民主的 也是不允许有自由的 更不允许有这样的西方意识形态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西方的一个意识形态 它不是说就是 就是有一个西方的意识形态 就是它不允许的 那你说民主和自由 它是不是本质 它是西方的意识形态 所以它就不是东方的意识形态了 它本质是人的一个意识形态 我不相信有人喜欢做奴隶 有人喜欢跪舔 我不觉得人的本性是这样的 人他都是喜欢自由的 就好像自由就跟空气一样 就跟饭一样 没有人说我贱的 我就是犯贱的 我就是贱的 然后我就不喜欢自由 我就喜欢被中国共产党奴役 我就喜欢被中国共产党剥削 没有人是这么犯贱的吧 没有我觉得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吧 中国人绝对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他也是希望自由的 对吧 那中国共产党说中国人不需要自由 那什么意思 中国人都犯贱了 中国人都是奴性 中国人就是怎么说 就是脑子有问题 对吧 中国人都是一群病人 对不对 所以呢中国人不需要自由 那肯定不是啊 中国人那是五千多年的这个民族 那能有病吗 那肯定没有病的 那有病那不扫灭了嘛 对不对 那中国人脑子有问题吗 中国人脑子也没问题啊 那如果中国人脑子有问题 那中国人早没有了 那中国现在十四亿人 对不对 中国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 对吧 那是很正常的 那就是人之本性 那之所以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那是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独裁政府他不想把自由和民主给人民 给中国人啊 防外它殖民中国啊 防外它从中国获取利益啊 对不对 中国是一群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啊 中国人是他们的奴隶 是他们的奴工啊 是他们的生产价值的一个剥削 就是从中国人身上剥削生产价值的 这样的 中国人就是那个人矿啊 就是中国人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一群生产资料 或者说对对对 中国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生产资料 对对吧 中国人那么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啊 那么是是中国共产党的生产资料 对吧 中国共产党是奴隶祖国啊 这个中国共产党呢 这个中国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群羊 一群鸡一群牛一群鸭子一样 就是这种东西 那么奴隶祖他为什么要给 给牛啊 给鸡啊 给鸭啊 给自由啊 本质上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 对我们中国自由和民主的奋斗 一定要建 所以说啊 我们中国人 反对中国共产党 一定 一定要建立在认识清楚中国共产党呢 他是殖民政权的一个基础上 这样我们才有反对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动力 而不是仅仅要求自由民主 那仅仅要求自由民主 那要看跟谁要求 中国共产党他本身就是一个独裁政权 你跟他要求自由民主 他就是公给民的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啊